你 易姑娘 滚开 易姑娘 在下张华钊 因为一时受了蒙蔽 险些伤了姑娘 还请姑娘不要介怀 我从来都没有放在心上 更谈不上什么介怀 所以 你可以走了吗 我可以走啊 可是姑娘依然会受到 武林人士的追杀 而我 可是唯一的证人 你说的 好像还有几分道理 那既然这样 不如我陪姑娘一起啊 你是不是还想抓我 哪能啊 其实 你不用管我是不是凶手 你只要顺从江湖令 把我交出去 你的买卖不就成了 我怎么 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凶手逍遥法外 江湖危机 若没有了江湖 还要武林盟主做什么 你这个无赖 你难道就不想知道 那天在树林中的雪狮到底是谁吗 起来 起来说话 我 是不相瞒 我乃乌山派弟子 当年师父 为了抢夺修罗神隐 同幽命摩西消首 却不料 身中血毒 只要一发作 师父便失去人性 口是血为生 师父周年痛苦不堪 请求我亲手了解 那天在树林中 我便觉得不对 我 一直以为你是 幽冥摩西的人 幽冥摩西杀害我爹 有多番陷我于不义 这个仇 我肯定要跟他算 你也不要太难过来 你 在关心我啊 张华钊 从现在开始 你就跟着我 调查清楚整件事情 救出四大掌门 我保证 让你乌山派重振威命 一雪前耻 好 一言即出 四马难追 若真能手刃幽冥摩西 我亦可为师父报仇 那 现在去哪儿 去修罗殿 见 公主 刚刚在东郊树林 发现信号 一兰珠在此地逃离 不管用什么方法 速速将他抓来见我 是 你们终于要相见了